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中华资源第二个视频介绍 它主要是说明一下如何加入中华资源的平台 来共同举办和发布您的一些社交影响力的一些活动 中华资源平台它是面向地外汉语老师和培训机构开放的 那么老师或者是机构可以发布你的汉语教学的心得 分享你的美食分享你的旅行的经验 也可以分享你的体育户外活动 你既可以发布线上的汉语语言的培训课程 也可以发布你的手工艺的一些体验课程 另外呢也可以推出你的影响力的社交活动 这样中华资源这样一个免费的信息平台 它是为全球各地的达人做一些策划组织开展文化交流的活动 你的社交影响力活动也可以从野生动物的保护 这样一个角度来去组织和宣传你的一种理念 这样呢提高大家对于慈善和社区事业的一个认知 你也可以去展示自己的职业的特长 组织某些体验类的一些课程 像是音乐 舞蹈 国画 书法 乐器演奏 或者你分享自己所居住城市的地标背后的一些故事 让不同国家的游客或者是学员能够体验到中华文化和历史 比如说养生 瑜伽 气功 武术 戏曲艺术等等 或者呢我刚才说的你可以组织一些美食之旅 美食之旅不一定是吃大餐哦 你也可以是从如何来做中国菜 如何进行一些用餐的体验 或者是开一个小型的音乐会 或者是让大家去做一个陶逸 或者是跑到这个陶瓷之乡来做一个旅行 组织大家做大自然的徒步之旅 水上运动或者是山地运动等等户外活动 总之的话 我们的对社交影响力活动的内容 它必须主题是和中华元素是相关的 如果说它抛开了中华元素 那么我们平台呢就不一定选择它 中华资源平台再提醒一下活动的组织方 有些活动是有自治要求的 如果说你是组织涉外的人员来中国旅游 那么是组团了 那个时候就变成涉外导游了 这个时候就需要你有那个导游证 如果说是组织bus 进行交通啊 当地的地界等等 它呢就需要有 知智的旅行社来进行安排 这个呢是在进行组织活动的时候 需要考虑到的地方 还有呢如果说这个活动呢是涉及到 食品酒类交通工具 你得要考虑一下 那个是一个商业性的经营场所吗 那么这个商业性的经营场所 它应该是有食品和酒类的职制的 如果说你活动呢就是在住家 就在自己家里面去做一些中华美食什么的 那倒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估计也不会接待那么多的这个学员 这个活动呢参加的人也不会很多 当然呢在组织活动的时候 还得要考虑到新冠疫情的原因 有些交通的限制 航空的管制等等 所以那个时候的话 您所组织的这个学员是来自中国 已经在中国境内的学员呢 还是说是需要进行国际跨国国际旅行的 所以这些呢也是在您组织活动的时候 需要考虑到的内容 希望呢这样一些提醒呢 对于您进行项目策划的时候 有所帮助吧 既然组织了活动 内容听起来是很有吸引力的 那么组织活动是要有费用的 那最终是谁来买单呢 中华资源呢 因为它是一家非盈利的组织 所以您的活动的话呢 可以向学员参加活动的人 收取少许的一点费用 还有部分的费用呢 是来自中华资源的基金库 是来自一些慈善组织和政府基金 来投入到这个您的这个资金的汇报的 所以呢 要是参加我们中华资源的一些活动 您可以按照我们这个视频的一些要求 特别是中华元素的主题 来去做一个方案 您也可以在方案中呢 是图片 视频 文字的形式 制作好了以后呢 会同中华资源的工作人员联系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何把你的方案落实下来 用一种更直观的方式 去发布在中华资源的平台上 那么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视频呢 去介绍一下 个体的对外汉语老师 或者是机构培训组织 如何来使用中华资源 这样一个开放性的一个平台 来去发布你的相关的活动资源和信息 希望这样一个视频对于您有所帮助 如果说您还有些什么问题的话呢 欢迎同我们联系 我们的联系方式呢 就在网页的下端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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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